各位同學好 現在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這個 投影片的這個範地電路的 一些 可以增加的一些特點 主要就是 當我們在接電路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碰到一些 電路會有回收震盪的問題 所以我們把這樣的一個投影片的電路做了 下面一頁的補強修改 那這個修改就是剛剛一樣的投影片 但是請各位注意這個咖啡色的地方 我們這裡多加了一個電容 從VDD 接到D 你可以配合接在這個麥克風端 或者你自己覺得合適的位置 然後放一個0.1麥克法拉的電容 這個電容有個名稱叫退偶電容 Decouple Capacitor 也就是說他可以嘗試讓 一些低頻的這個 訊號 可以直接 從這個正VDD走到地 這樣子可以讓你 在整個 這個 LM386的訊號 因為他是個放大訊號 又吃了很多功率 所以如果對電源產生一些波動 這個波動會送回 輸入端造成他正回收震盪 所以各位就會出現一些 雜訊 會震盪雜訊 所以加上這個 電容就可以有 改善的效果 那另外 跟各位補強說明的就是 我們也本來在5的輸出端 也會有另外加一組電容 這個濾波電容 他是0.05麥克法拉 跟10歐姆 串聯的 這樣接在5到底 他也是濾波電容 因為他可以讓高頻的信號 從這裡看到比較小的負載接到地 所以也會讓高頻信號 不會有機會 再回去 不會有機會再變比較大的 送到比較大的輸出 造成其他的震盪 所以這個 也有這個 濾除高頻的作用 等一下我們就跟大家 示範一下他會看到的特性 那 原則上就是 現在的電路是 這個 這邊就是 DECAPO電容 104 然後這邊就是 0.05的電容 如果我們把DECAPO電容拿掉 就會發現 這個 震盪訊號的低頻好度 如果把它接上去 順便看一下 這個震盪訊號的頻率 各位這一格是10micro 10ms 所以一格多 這個訊號是 是15 60赫茲的 60 60赫茲 如果是這個 這邊60 他會看成這樣子 所以可能會算到100多 簡單講 是60赫茲的 連播 如果把它接上去 這個連播就會消除 但是你這裡有一個這個 0.05的 濾除高頻的 這個拿掉 就會發現他會有 這個 一些高頻的 反應 那這個你聽不到 但是當然也不好 所以會加上那個電路 那這個頻率就相對來說 就比較高頻了 可能有個 1格50 他大概有將近1格多 快2格 所以他 水平 所以他應該 應該也有將近 10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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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 10幾Mb的訊號 因為50Narosecond 這有10幾Mb的訊號 那這個高頻聽不到 但是會有影響 如果我們把它 插回去 用0.05 那這邊又是頻的 所以請各位記得 這個 記得在你的電路當中 如果你的電路會有低頻震盪音的話 加上0.1的這個麥克法拉 甚至比他還要大 0.1算是最小的 因為他是濾除低頻 要大一點的電容 那這個地方 0.05是濾除高頻 如果你的電路在回收 會有高頻的影響的時候 透過這樣的 通息濾除高頻 當然這個訊號接地以後 你記得你的地要不錯 不然這個訊號跑到地 也是會 對你的訊號 還是有機會回到其他短點 那以上的這個說明 跟大家 再講解 再注意一下 所以各位可以參考 這個 圖形上的部分 加一個 至少比0.1麥克法拉 還要大 那各位如果沒有0.1 當然503 試試看 503 大概 這個503可以拔一下 503 勉強可以用 那當然你用更大的也是可以 你用 4.7以上 是一定都可以的 那就請各位 如果我說 不想要有這種 低頻的 會聽得到的 60赫茲的震盪 的話 那當然各位聽到聲音 希望各位也可以從 視播器觀察一下 這樣可以了解的分證 好 以上就有更多的 補充 說明 好 好 好